阿虹 阿虹 這跟阿虹跑廟去第六集 今天我們要拜的就是我們後面這間 巴黎的料天丁廟 那還沒看過 清水料天丁廟的話可以點 左上方的那個連結 可以去點看看清水料天丁廟 我那邊會講一些他的一些故事跟事蹟 據說是 他的遺骸據說是葬在 那個淡水巴黎所以這邊也有一間 那個淡水巴黎的那個 廖天丁廟那我們 進去跟那個廖府千歲 來拜個碼頭 那來去看看他裡面有什麼 東西阿虹的介紹給大家 我們進來大殿阿 他這邊的廖府千歲 他是以做生的神像 來做呈現 我們往廟的後邊走 後邊走他這邊就是他的那個 算是他的移軸 他的衣冠軸 那墳墓就在我們 我們正後那個廟宇 廟宇的正後方 阿不知道看不看得到裡面 那個他敏定的木草 他那個木草是可以拿來 拿來治百病的 所以那個在 醫學還沒有很發達的年代阿 他就會大家都會來這邊 求那個廖府千歲的寶草 這邊去看 會比較清楚一點 他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草很漂亮 整理過很漂亮 阿虹剛剛寶草 經過那個我們廖 廖府千歲的那個同意 那我們進來他的那個 墳墓這邊 然後在他的那個 墳墓墳前這邊阿 就還蠻多 他一些深淺的照片 跟一些深淺的事蹟都放在他 都放在前面 你看看這個 香爐 墓碑都是超級古老的 他那個 廟宇的正後方 這有一個天丁公園 在廖天丁公園這邊阿 有一個石碑 是那個明治年間 松本劍之 一個日本警察 他幫那個 我們廖府千歲來立的一個碑 上面寫的是 神出鬼沒廖天丁之墳墓 怎麼松本劍之 這個日本警察會幫 我們廖天丁 去設立這個 墳墓的墓碑呢 原因就是因為 松本劍之他是 圍剿我們廖府千歲的警察 在台灣期間阿 他老婆上了一個瘟疫 很多醫生阿 就沒辦法痊癒 那聽人家說 廖府千歲墳墓的草 那回去跟著我們的中藥 或者是我們西藥一起吃 松本劍之的老婆 就這樣子 不要而喻 之後我們松本劍之 他就設立了這個碑 神出鬼沒廖天丁的碑 給我們廖府千歲 後面我們看到這一間 就是我們 汉名池廖府千歲廖天丁的那個舊廟 一樣有一尊戰生的那個廖府千歲 跟清水一樣 那這一尊 也是一樣是我們的廖府千歲 那我們參拜完我們廖天丁廟 阿虹要帶大家來去找 我們廖天丁洞 就是我們廖府千歲的廖天丁 他生前 他所躲藏的那個山洞 那就跟著阿虹一起去找山洞 我們就可以看到 廖天丁洞的石碑 所以步道上來 抬頭 就會看到我們的 廖天丁洞 他就在 我們步道的邊邊